我現在在新加坡機場 今天有兩件事想告訴你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一個人今天要在新加坡跨年 我不曉得會遇到什麼事情 因為新加坡這個城市我來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很放心 第一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該不該講 這是我的一段過去 我一直藏在我心中蠻久的 我曾經有一陣子非常愛來新加坡 雖然我去年做一段影片有告訴你們這件事情 可是我並沒有把細節說清楚 大概在大前年就是去年的去年 我非常的愛玩 我每個月都飛來這一區 我最常飛的是新加坡 我之後再告訴各位原因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今天是12月31號 我先去打檢測 那第二件事情 我就慢慢告訴你們 我們到我們門瑞臺北 好可惡喔 有點呆車齁 還是你在Hotel那邊停 你再走過去 會不會比較快 謝謝謝謝 買了買了買了 這司機要放我在路中間 火店啊 太塞車了 真的太塞車了 金沙酒店 這邊都是人 滿滿的都是人 現在是10點半 我到底是要寄行李呢 還是要去看煙火 行李寄放處 我就要把行李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要進去裡面了 然後剛才有人在趕我 我終於進來了 我把行李放在剛才那個外面 還有一個半小時就跨年了 然後 因為 在濱海灣那邊啊 他有做一些教育館 所以我們走不過去 那我也不知道等一下 如果我大概11點半左右出去 可不可以順利看到煙火 也許就不行 沒關係我現在在賭場的廁所 賭場的廁所應該沒有不得路影 我曾經有一段過去啊 三到五年前 那時候我很愛賭 我大概來過新加坡快10次 這次如果算第10次的話 前8次啊 我都在金沙贏了很多錢 前到後我總共贏了快100萬台幣 這次如果是第10次的話 第9次的時候我輸了快40萬 從此以後我就再賭完了 詳細的原因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我今天大概帶了3000新筆 如果換成台幣大概就是7萬多 我來示範一下 可是我也不曉得會不會贏錢 最好是不要贏錢 那贏錢的話 我跟你講 我再來跟你講為什麼贏錢不好 現在等起來了 然後後面開始放煙火了 其實現在沒12點 現在才11點 大概11點 120左右 然後我剛才帶了3000新幣進去 現在出來是10千新幣 並不是我多會玩啊 就是我當初 這個我一開始講的 我前8次來新加坡 我都有賺錢 就是越贏越多 那第9次啊 我輸了快40次完 可是我為什麼還是不喜歡玩 因為我後來深刻的聽不到 前8次啊 只是我運氣好 並不是我多厲害 或我不會控制 像剛才那次 也是運氣好 所以我現在來賭 外面已經開始放煙火了 可是我真的走不出去 我再走走看 這個人啊 會不會太多啦 我正在考慮 我到底要不要走出去 終於走出來了 現在在一個橋上 真的是滿滿的東西 好多好多人 可是老實講 我有點懶得走進去 因為在10分鐘就要跨門 然後如果走到中心啊 我大概等一下應該也出不來 後來我為什麼不走呢 我有兩個理由跟大家講 其實 我做事一直是這樣 因為會贏錢 因為有結果 才要玩 所以輸錢呢 所以我就不想玩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能掌握的事情 在機率來講呢 你越玩 你越會輸股場 為什麼呢 因為股場永遠贏你 那個 三十六分之一啊 或是八分之一 他的籌碼是無限 所以你只要一直玩 一直玩 所有的運氣啊 都會回歸於機率 所以你幹嘛玩 浪費時間 所以後來就不玩 贏來的錢你會幹嘛 就亂花啊 就是 我記得 我印象記很清楚 當初我贏了很多錢 我馬上去做商務艙啊 或買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一下就花完了 然後輸的錢呢 就是輸自己的啊 到最後我覺得 這其實是有點變態的行為啊 我就不想玩了 我覺得 即使會贏錢 我也不玩 這個遊戲並不好玩 而且我後來認識太多那種 一上普說啊 就是幾十萬 幾百萬在下 我這種錢 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點點 雖然只有一點點 可是 如果 我一贏 就是十萬 二十萬台幣再贏 那我的生意 可能就五千一萬再賺 那我是不是就 不想做生意了 所以對我的本業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就一然覺得 在最後一次 我就再也不玩 今天是不良吃飯啊 只是玩給大家看 可以看說中心臉還是很美 但是 哇 大家看到這個呢 真的不是我們不願意進去啊 其實進去有辦法 就是不得沒有 在那邊看 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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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要趕快離開了 因為現在還在放跨年煙火 因為我知道過了12點 已經花了這邊 應該人滿為患 所以我要先離開了 你問我一個人 在西加坡跨年會不會很孤單 然後 老實講有一點 其實 我蠻想待在家裡的 因為 今天有一個 我非常非常想搭的 飛機 要飛 所以我一定要 哇 哇 其實這邊視野不錯 有兩個辣妹 不過最主要 金沙也會反攻煙火耶 超美的 其實我們就在那邊看了 辣妹 煙火 辣妹 煙火 這些人 更厲害 在這邊看煙火 一小時後 新加坡跨年啊 真的是一種災難 你看 你看 真的人超多的 大家都在等計程車 可是都沒有車 我用Polab 叫了一台車 可是 還沒有看到 現在是凌晨 大概1點半 我今天打算睡機場 因為明天 我是8點的飛機 這個賭場 也帶動很多經濟 還好啊 哇 我跟妳講 沒有這個賭場 應該是會慘一點吧 你自己也愛賭 還是還好 我不賭 進去要100塊 對 進去要100塊 我還沒進去 我都輸100塊 我不要 還是觀光客比較多 對 觀光客比較多 我只是 抽一點煙 抽一點煙 喝一點酒 不要賭 你賭輸的 都要可以抽多少煙 對啊 因為我爸爸好賭 我爸爸好賭 把全家的錢都輸到觀光客 所以我了解這個 痛苦 新加坡人比較少賭 沒有啊 新加坡很多人會賭 很多人會賭 很多人賭 老實跟你講 新加坡人是最 最喜歡賭博的 十個裡面 九個都會賭 真的在講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